就是短料加工,对吧,短料加工,然后就是输入切割长度,然后1900就输入1900,然后刀补就是固定的,4.4,切90多,第二句也是90,然后就是你的圆,就是形状, 长度是多少,除以这个数,这里输入多少段,是吧,输入段数,然后这个地方点称有效,然后,这个它自动计算的,这个是,然后就先订长按一下,再选拒切启动,然后就开始切了,是吧,就这样操作, 鸡床参数,然后这里有个左脚圆点校准和右脚圆点校准,然后怎么校准呢,左脚圆点校准,你先给我,坐几桌子,这边有个书门,你点开它, 点开啥,对着修改这个旗,或者什么的,看到吗,修改旗,或者是夹,或者剪,夹个数,剪个数,你自己慢慢试呀,对呀,他看看,慢慢找出那个度数来, 啊,这个旗现在你搞什么,或者是九,啊,或者是这个旗换成,或者是五,啊,啊, 啊,这再一点就差不多了,啊,右脚呢,小子以前哪个手上记下了,啊,一边那么拖了,行,行,明白,那右脚呢,也这么能,一边一边,也是改后边那个小时候点,一后边,改改一下试试,啊,就这么来回改改,看看,改了以后,啊,改了以后,一个圆年小女友,啊,然后就可以了,再试试,啊, 本身有没有